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暴威力强大 屋内的物品都被炸出散落一地 火势烟烧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被控制 在晚间六点半左右 消防员分别在一二楼发现有三位民众都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根据附近居民表示 这间房住着一对夫妻和一名八个月大的黑额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气暴 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今天下午四点多在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 发生了游览车翻覆意外 车上有三十多名乘客受伤 当中有五个人伤势较为严重 消防局是启动了大量伤患机制 此机志工在得知消息之后 是立刻前往医院关怀 游览车打横翻覆在国道三号南下彰化和美路段 车上三十多人轻重伤 台中彰化消防局救护车出动 连民间救护车也加入救援 大量伤患分送台中彰化多家医院 天宇陆华猛烈撞击 初步估计33人送医 其中五人伤势比较严重 主要是在胸部受伤 主要是多处的肋骨骨折 加上肺挫伤 还加血胸 目前来说住在家户病房的人都需要观察就好 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 大家都平安健康 我们才会放心 才会安心 呆的时候看到我们就抓着我们的手 然后整个手都还在发抖 因为真的非常惊吓 他们说车祸发生的当下 他们是宣在半空中的 车祸发生在下午4点多 游览车疑似为了闪躲这部黑色轿车 不慎打滑吩咐 我们就很类似打滑这样 然后就翻了 就倒在驾驶座那边 那很多人都被压在底下 不如你睡一地 一直都翻了 慈继之工傍晚得知消息 立刻赶往医院关怀 护卫伤患 希望安定惊吓的心 情绪缓和 早日康复 大爱新闻李亚平郭继宗 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去年豪雨不断在高雄市的马路上 是造成有这样5000个坑洞 引发了民众诟病 今天开始高雄市政府 要来重新铺设中山路和沿海路 这两个路段 高雄市的公务局表示 这不只要解决道路坑洞的问题 还要比较鸡塘跑道的模式来办理 工程车进进出出 路面整治工程正式开始 在3月底之前可以完成100万平方公尺的路面的一个改善 先针对重载交通区的部分 尤其是中山沿海路 我们现在已经在3月8号开工 去年的豪雨过后 高雄市路面坑坑巴巴 至少有5000个坑洞 让路过的驾驶心惊胆跳 力求全面改善 公务单位从材质施工方法来处理 金浮路是高雄市重车出路最频繁的道路之一 现在透过镜头可以看得到 他们所使用的道路明显材质不一样 表现第一个比较粗糙 而且它力清的包裹是比较紧密的 那可以我们事实上 它的力学原理就是利用石头跟石头之间的内摩擦 去承载重车的载重 一辆35吨的连结车通过 相当于小客车走7500趟 重车行进的道路得有更高的抗压性 以目前实验路段来说 用链钢时产生的转炉石当作基底 加上出料力使用量比一般的多20% 关键的还有力清是加入了纤维 这样的铺面多使用在机场或是赛车跑道 预计重车多的路段 像是沿海路大约7公里会用这工法来铺设 要让民众行的安全 主管机关是莽足力 大约新闻 主长夏宏树高雄报道 最近天气转忍 温差变化大 很多人都会因为鼻子过敏使用鼻喷剂 不过医师表示鼻喷剂一天不能使用超过三次 因为里头含有的血管收缩剂成分 如果长期依赖又使用过料的话 会导致您的鼻黏膜肿胀 变成了药物性的鼻炎 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因此失去嗅觉 一鼻塞就拿起喷剂 不到一分钟鼻子畅通 但如果长期依赖恐怕会导致药物性鼻炎 因为它没有把鼻黏膜消肿 只让血管收缩 所以它会产生药物性鼻炎 鼻黏膜反弹越肿越厉害 叫药物性鼻炎 过量使用鼻喷剂 鼻塞会更严重 分泌物增多 严重还可能丧失嗅觉 问题出在鼻子里的过敏细胞 没被清除 忽略到整个疾病的产生 它是一个过敏的反应 里面是一些发炎 4E红性白血球 发炎的物质引起的肿胀 其实在购买这些鼻喷剂的时候 上面都会有一些用法和警语 像是12岁以上才能使用 一天不能超过三次 但往往会被民众忽略 一是建议鼻过敏或鼻塞 先戴上口罩维持湿度温度 并求医找出过敏源彻底根除 只靠鼻喷剂无法解决问题 大海新闻 杨韵琪登映中台北报导 市面上有不少的足膜是主打去角质 让您的双脚可以恢复像婴儿般一样的肌肤 但皮肤科医师就提醒 足膜为了要达到脱皮的效果 或含有果酸和水洋酸的化学成分 如果您脚上是有伤口或者是湿疹的话 就不建议使用 避免过度刺激而引发灼伤 美妆店架上满满的足膜 包装写着去皮嫩敷 只要敷上90分钟 老皮后剪通通说拜拜 不过日本就有民众因为服了足膜 导致双脚出现灼伤的情形 国内皮肤科医师表示 在临床上也看过不少这样的案例 皮肤比较薄的人 本身有异味性皮肤炎 过敏性湿疹 或者你伤口 有服足膜的地方 有小伤口的 这些都有可能引起足膜的过度渗透 一般足膜会含有乳酸 果酸 以及水洋酸三种成分 乳酸和果酸以保湿润肤 促进表皮代谢为主 水洋酸则是含有角质软化剂 可以软化后检 让角质剥离 珠膜含了酸性的东西 那个我们现在有规定 PH要大于3.5 这些酸性的东西 把我们的皮肤 经由酸性的作用 而把它腐蚀掉 让它代谢 皮肤就变比较薄 那皮肤就变得比较光滑细致 女性朋友想爱美 使用时还是要特别留意使用方式 如果出现红肿发热的情形 最好马上用清水冲洗 避免过度刺激 平时也能多用乳液 保湿脚底肌肤 维持正常代谢 大爱新闻 吕思宣张略嘉台北报道 今后一题还要来关心 多半的女性朋友 都有泌尿到感染的问题 而年纪越大的话 感染的几率越高 而除了日常要维持清洁之外 还有哪一些部分 要来特别留意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平尿下腹疼痛 有异味等症状出现时 可能是泌尿道感染导致 而女性的泌尿道较短 细菌容易进入 引发感染 男生的尿道的长度 大概15到20公分 女生只有4公分 有的是更年期后的女生 因为荷尔蒙的问题 所以导致她的黏膜 是相对萎缩的 所以她的保护力更差 所以在这短短的4公分里面 细菌就更容易跑到 经有尿道跑到膀胱里面去 细菌从体外进入 附着于尿道膀胱输尿管 如果在逆流而上 感染到肾脏 严重时可能引发菌血症 甚至有致命的危机 要减少感染的发生 可以每天喝1500到2000cc的水 让细菌自然排出 当我们去多排尿的时候 其实你的细菌 原本逆行到膀胱或那样的细菌 会因为你的排尿 而把这些细菌通常都排掉 所以当你能够排尿排得越干净 而且频率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相对比较不会容易 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此外有研究显示 补充曼月酶能够预防 泌尿道感染 曼月酶中含有特殊的 A型前花青素 每天补充36毫克以上 能够达到抑制细菌附着 或增生的效果 一颗新鲜的曼月酶大概 大概一毫克多一点点 简单的算就是说 大概吃个30颗 吃错的曼月酶果汁 为了方便及试口性 那个含糖量真的是比较高 那本身就有肥胖 或是血糖控制的问题 就要跟注意 新鲜的曼月酶口感酵酸 可以加水打成果汁来喝 同时补充营养与水分 但曼月酶能够当作日常的保健 并没有治疗的效果 如果出现泌尿道感染的症状 需要寻求专业的治疗 今天国际上发生了哪些大事 接下来60秒时间 要带您一览天下诗 4月8号国际妇女节 随着MeToo风潮 袭建全球 不少国家的妇女 都会在这一天上街游行 争取当地和国际社会 更重视妇女的潜意 马航MH370客机 5年前意外失踪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残骸 专家认为 没有完善的追踪系统 因此现在航空界 准备要推出跨国的 及时飞航监控 委内瑞拉总统 Renau雙胞 政治经济陷入动荡 根据联合国统计 去年有将近25万人出逃 而民生状况 还不断恶化当中 最近国内最大的 水利八电厂受损 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 全球麻疹疫情不断升温 菲律宾和日本都出现了 近几年最严重的疫情 当中有不少感染的个案 都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 这也让家长就开始质疑 是不是疫苗的安全出了问题 才会造成接种空窗 让麻疹疫情快速蔓延 面对疫苗注射 小宝宝放声大哭 妈妈忙着安慰 因为这个痛 就是希望宝宝 能在菲律宾这一波 麻疹大流行当中 全身而退 因为2014年 登革着疫苗丑闻影响 让不少父母 听到疫苗就害怕 数千万儿童 从来没有接受 麻疹疫苗的接种 也让疫情快速爆发 光是近一年 就有超过一万六千个案例 还造成两百六十亿人丧命 菲律宾的红十字会 因此加紧开始疫苗施打 不只菲律宾疫情拉紧报 外交部也将日本的麻疹疫情 提升到第一级的主意 今年出现十年来 最严重的疫情 感染人数是去年同期的 将近一百倍 尤其赏花季节 人口聚集 疫情恐怕会再创新高 面对一波 因为疫苗安全性的质疑 造成全球的麻疹疫情 但麦格本哈根大学 发表的最新研究 有望消除家长疑虑 由于研究观察 高达65万的儿童 专家证为不需要指引可信度 呼吁儿童 以及可能前往疫区的民众 都需要施打疫苗 大爱新闻预角便衣 用爱纸伤来看约旦慈志工 长期关怀叙利亚难民 而这一位40岁的穆罕默德 本身患有心脏疾病 却没有钱来接受治疗 这病情是拖了五年 命悬一线 直到慈旗志工加仿关怀 有了善心人士的援助 让庞大的医疗费用 也有了着落 叙利亚难民莫海默德 满面愁容 五年前 举家逃到约旦 也在当时诊断出心脏病 他就在那个政府的医院 用 差点走掉 然后用这个电击 电击救回一命 但再也无力负担 后续医疗费用 穆罕默德拖着病痛 打零工 养活一家五口 甚至还收留一对 难民老夫妇 共同挤在租屋处 他这个有起胜 对啊 有看到 临别前 细心的慈旧志工陈秋华 看到穆罕默德大女儿的 指头受伤 用爱纸伤 小伤口如此 大病痛 心灵的创伤一人 大爱新闻 知善美之工 陈继辉高宜宜 约旦报道 青龙慈旗志工 前往新北市的双溪 来关怀长者 很多上了年纪的 资深志工都没有缺席 他们说和长辈们 早就像老朋友一样 很久不见 就会非常想念 志工热情地打招呼 卢阿嬷也笑脸相迎 92岁的他有些失智 但对慈禧人 这身衣裳特别有印象 志工每次来 他都格外开怀 你住这家团团了 对啦 有安排 你有驾排 你不想去 应该 陪伴这些照顾部已经很早 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就是会 心会破练 就是说 你现在有家 就是想说 应该去看看他 然后去见见老朋友的那种心情 定期拜访独居长者 基隆慈旗志工分成五条路线 在新北市双溪 拜访老人家 六十岁的林先生独居 平常爱跟朋友小酌 志工担心酒精影响他的健康 只要见面就会苦口婆心劝说 你自己是用到去捐款 让人去治病 还是要自己去买酒来喝 你感觉到一个比较有意义 他有一个习性就是他 可能他 交的有都是一些 爱喝酒的啦 那这种 讲了很多次了 可是他也是都 嗯 没有去真正落实去改啊 像这样怎么再继续再陪伴他 那还是要啊 就是不放弃啊 我说要 多年来的关怀 志工跟这群独居长辈 就像老朋友 八十二岁的苏金凤 心里就老记挂着 大他六岁的姐姐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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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着他穿了 我六岁的照顾 你还有个照顾 你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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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情感觉 很满意 我来做坎梁的苏子 对啊 会做到这种苏子 拜访老朋友都得走山路 一趟下来并不轻松 但自身志工用他们的身教 传承经验也传递温暖 有个比较比较比较好 比较好 你还要做呢 你还要做呢 我说我 我说是习惹 习惹 习惹惹 习惹惹 大家新闻 这是我们志工 柯德贵 庄丰村 柯世忠 台北报道 在云林斗六 有一家中医诊所 因为看到小朋友来看诊 对吃药都是相当的排斥 诊所的人员呢 非常的贴心 他们在药带的空白处 画上了卡通图案 来讨小朋友的欢心 也让他们比较不会 派去吃药 很多大人怕生病看医生 小孩子更怕 有时候看诊时哭一次 等到吃药时又要大哭一次 家长很伤脑筋 普遍我们去医疗院所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有些患者他等待拿药过程中 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些 比较不快乐的 尤其是中药大多是药粉苦苦的 小朋友很难下肚 但云林这一间中医诊所 员工蔡小姐很贴心 就在药带空白的地方 画上可爱的涂鸦 卡通图案 小朋友吃药时 被药带吸引 减少吃药时的恐惧 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病友 他也会画上长辈图 写上平安喜乐 祝福身体平安 病友看了心生欢喜 好可爱 可爱哦 就会想说今天不知道是画 怎么会特别去猜 蔡小姐说 他是看到连锁店咖啡馆 店员都会在杯子上 写上祝福的话给客人 于是他也同样在药带上 写上祝福的话 希望病人按时吃药 快快恢复健康 大爱新闻云林总和报道 为了照顾居住在台湾的 太极移工 泰国的职讯中心的厨艺老师 第一次来到台湾 来开正统的泰式料理课程 让这些移工 可以学到一季的专长 在一乡来萌生 还有不少的业者呢 也想趁机会来参与 趁机拿到厨艺认证 泰国厨艺老师特别飞到台湾 教一群移居在外的泰国人 做正统料理 学生边看边动手作 这是泰国官方职讯班 首次跨海授课 主要是让这里的泰国移工找到第二专长 来台20多年的马桂枝 嫁为台湾媳妇 目前当搬艺的工作 想要透过厨艺换跑道 现在台湾很流行 他们喜欢比较喜欢吃 因为你如果是说有改良了 有时候味道会不到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有改良了 比较不像吃到泰国的料理 还有在陆竹开泰式料理的张铭雄 为了提升手艺也来报名 协助自家移工拿到证照 让他们储备多一份专长 也能广泛宣传正统的假象位 大爱情节新王昭中高雄报道 为了防范情流感 中心大学的学生设计了远端监控系统 可以监控情类的环境 还能够调整温度和湿度 长期收集的大数据 也能成为未来的分析子了 大学生向民众介绍 自己研发的寝摄模型 能远端监控环境 大量运用自动化设计 飼料升降就可以让人员 去清扫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可以从底下去做清扫 然后水池 水池主要就是要让那些 鸭子儿可以玩水 王女士的孙子读高中 正在考虑大学就读什么系索 她陪孙子来却自己看出兴趣 回想以前养鸡养鸭 怎么就没有这种设备 这个比较好啊 要卫生啊 对啊 要健康 我们开发这样智能化的系统 它可以得到这些管理的一些环境啊 或是管理的数据 那这样可以进一步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等轻集到一定数据的话 才可以做进一步的大数据的分析 大学生智能运用广泛 陈欣诚设计的机器人 可以感控方位 堆叠俄罗斯方块 在台湾冠军泰国比赛夺下世界第三名 跌这个俄罗斯方块 最大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如果要跌高 我的机器人一定要摆得高 那在它有大小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突破这个高度 各种设计来自生活日常看到听到 甚至新闻时事激发的灵感 大学生创意无限 将兴趣变成智能作品 大爱新闻的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道 持续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还是犹豫的状态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会越晚越冷 一直到星期一开始 这天气才会转为干冷的形态 所以提醒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变化 接下来来看详细的温度预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巴比娃娃诞生已经60年了 但依然是非常受到欢迎 平均每分钟能卖出100个 新闻最后就要带你一起来看 造型百变的巴比娃娃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们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